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你看王国伟也是研究甲骨文 研究国学 我就说罗振郁 上次我也提到过 罗振郁在那个时候也是研究甲骨文 在清末民初就发现了甲骨文 中华文明的源头 我有时候觉得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他们的一种友谊 就是你想到没有 他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 清末民初存亡绝续之际 就在那个时候 像王国伟可能就觉得中华的文脉完了 中华文化可能要亡了 你看在这个时候 他们在全力在研究什么 收集什么 中华文明的源头 就是甲骨文 殷墟 清通气 这个研究 在那个时候 他们都在包括日本飞机轰炸西南联大的时候 他们都在研究出土的清通气上面的明文 这个选择是什么 就是越到末路 越想源头 郭沫若研究甲骨文是逃难 被蒋介石抓了 逃到日本去 就是被通气的那个时候 他来研究这个东西 回过头来看 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最有价值的 还是他的甲骨文研究 就是这样 就是他的诗也算了吧 对不对 但是那个傅雷呢 有好多 我我我这对傅雷是非常佩服 受他影响很大 因为年轻的时候 读就是读巴尔扎克 就是还有罗曼罗来 这个 约翰克里斯多夫 这些东西 这个上次杨默跟我说 他说在美国都没人知道约翰克里斯多夫 中国就是因为傅雷 傅雷后来被人所知 是因为这个傅雷加苏 对 这个心灵美 这个鸡汤 但谁都忘掉了 当初傅 这个傅聪是算叛逃的 他就是因为这个事 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 所以傅雷这个 他这个傅雷加苏 为什么后来唱一销 现在印到一百多万本 他反差特别大 因为他的书的内容是那么阳光 那么符合主旋律 可是呢 这个作者呢 却曾经是自杀的 而且他这个 另外一个收信的儿子呢 就培养这个精英的儿子 曾经一度是被判成敌人的 所以傅雷加苏的这个畅销 本身后面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反讽 你说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 实际上在咱们成长的年代 在改革方面是禁书的 我是第一次怎么知道呢 是看姚文元的 文革中可以看姚文元的一本书 叫什么想起了国歌 还是唱起了国歌 他的一本大文集 他里面提到 说他看到反右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从前写的 说他看一个右派的日记 把他什么哪个去尾的宣传部吧 让他看一些右派的交代材料 还是日记 说有个右派就是因为看了 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 这本书成为右派 我当时就特好奇 还有这种书 这种书什么呢 就想办法去找 在文革中后来真不容易找到 找到了确实给人一种 尤其我那时候下乡 他确实当时都是 插插摸摸的看这种书 不然公开的 那么他确实 约翰克里斯多夫 为什么在这一代人 美国都没人知道了 在我们这一代人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曾经的技术 因为他强到了 他的精神奋斗 我始终记得一句话 就是他不是为了成功而奋斗 而是为了信仰而奋斗 还有他的开篇第一句 我还记得 江声浩荡 后来 你看如何如何 这就影响一代人的心灵 对啊 为什么说我特佩服那一代人呢 我到近代人所 我们所有个老先生 那完全是做那个中俄关系史的考据 就完全好像没有文学 没有什么才情 会好几国外语 就是做一个小岛啊 或者那个支流啊 那种最严谨的考据 我无意中有一次 因为跟他闲聊 我弹起我喜欢弗雷 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 第一句 我说就吸引人 江上好了 其实我没想到 那个老先生是北大YHB的 很多五十年代初期 用法文给我背了前面那一段 这也就是说 你说那一代人的这个 你看着他好像跟陈文教育的 他们搞骨 他完全也是做考据 就考据黑龙江什么什么 或者新疆的哪个什么 那个边界哪个什么地儿啊 你看不出来 他那么喜欢文学 他也跟我讲了半天 就那个时候 是不是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这种家学渊源呢 就是他们这些人 从小而受到的这种文化的 这种熏透 包括学校的教育 也广 你看他们都是 他们受的教育呢 我们这真是只能望尘莫及了 他们看的那些 包括鲁迅 他们看的一些古的 这是那些外国的东西 那我们没法 但是我们能追的呢 就是傅雷他们翻译的这些东西 嗯 就是打个简单的比方 他跟学生讲 你别吵 你就看一百本 欧洲的文学名著 其实这些名著啊 在我们习主席的文艺座谈会上 都已经给你们点出来了 阿图格尼夫啊 托尔斯泰啊 托斯特夫斯基啊 罗曼罗来啊 巴尔扎克 那个格朗台啊 这个欧耶尼格朗台啊 高老头啊 全部这些东西 只要这些东西看了 这个世界再怎么变 你不会那么乱了 你不会那么慌了 你不会看到黑白红蓝 这些东西 现在价值观这么混淆 不会那么乱了 我总觉得 当然还看《红楼梦》了 看我们的这个三国水浒了 金并没了 但是西方的一百部文学名著 真是感谢傅雷他们 他们这篇 当初傅雷第一个评张爱玲啊 他写了批评张爱玲那篇文章 张爱玲根本不知道谁写的 迅语 张爱玲那篇小说 拆散了他那个婚外情啊 张爱玲也是不知道 后来才 他后来跟宋奇写信的时候 他说我不小心拆散了 他到了香港以后才知道 迅语这个小说 这个批评文章是傅雷写的 他当初还写文章替自己辩护 这是一段文谈佳话了 所以你说这个讲傅雷这个事 我那天就9月3号 我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文章啊 你知道我记着一个谁啊 有个人是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 叫江小燕 我也是特别配合这个人 我觉得好感 我现在说起这个人来啊 我就觉得这个鼻子发酸 我就觉得 哎 有这样的人 就是当时呢 这两口子写遗书 是写给朱梅富的包兄 这个叫朱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火葬费 53块几毛几 我们留出来了 但是呢 没有人 包括他们家的亲戚 对 这个堂堂男儿 不敢去收他们的骨灰 因为那个时候 这种叫自绝于人民嘛 骨灰都不能收留 这个江小燕 我后来仔细 他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就是一个从小爱画画 跟着一个钢琴老师学钢琴 特别爱听傅聪弹的钢琴 他跟傅雷啊 无亲无故 他只是听他的钢琴老师说 说哎 但傅雷自杀了 骨灰放在哪儿 也没人收留 他就自己 到火葬场 冒名就说 我是傅雷的干女儿 自己就把傅雷的骨灰 给收留起来 收留起来 你知道他为这个付出了什么代价 上不了大学 为审查 上大学是之前 他就上不了 为什么上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在反右的时候 他是一个高中生 高中生有个女老师啊 对他特别好 两个人关系比较密切 那么那个女老师上面 已经决定了 党已经决定 要把那个女老师打出右派 那需要学生揭发 我刚才讲过 在那个年代都要揭发的 你不打出 他不揭发 你不揭发 你就要倒霉 所以他当时才19岁 而且他又就觉得 他对我挺好 我不能揭发 不能揭发 实际上他就不知道 他的档案就被记了 是被记 因为学生中是 高中生中 一般是不打右派的 但是他的档案中 就被记下来 他思想不什么 不健康正确 有幼情啊 伙伴分子啊 什么什么 就不一录取 所以他就没录取 所以他就也没工作 大概家庭比较好 对 19岁到文革 这么20几岁 就是你看 因为这个事情 他付出的这个代价 就是一直在受冲击啊 然后呢 终身未嫁 就到现在80多岁了 80多岁 极心吊胆 后来一直是在报纸上 看到召开这个 给傅雷平反 傅雷追到会 他就在说 骨灰 我给收留起来了 然后后来这个傅聪和傅敏呢 多次要求 他就只见叶永烈 据说叶永烈采访过他 但是他要求 我不想曝光 我不想人们知道我 傅雷傅聪这俩儿子 多次要求登门道谢 他就 我不想见 他说我不想见 他说我 他说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这没什么可说的 最后啊 这个傅敏 就是千求白 白起的吧 就是说答应 在学校见一面 见一面 当时叶永烈领着去见 叶永烈就是说 哎 你们这难得 这合个影吧 这个江小燕 说不要照 说我不要让别人知道我 一辈子 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说这个 人间呢 又有这样的意识 意识 又有一个很柔弱 看着很柔弱 并且傅敏 我就是说 为什么对他感情 我觉得如果研究历史 或者要了解那一顿 你了解他 就知道他说 哦 高中生 如果你不怎么样 就会影响到你的上学 和你以后来的 因为啊 并且为什么 这个傅聪是在外国 判 当时定位叛朝 他回不来 傅敏为什么在北京 就去不了寿呢 因为他是个中学老师 已经被打成牛鬼蛇神 被关起来 被关在牛棚里 就刚才讲的陈梦佳 我们上一次讲到陈梦佳 陈梦佳叫他第一弟 陈梦雄听说了 赶紧赶到他家 陈梦佳说 你来的正好 一块都 四头罗网 把他也打一顿 他也不敢 再怎么着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老师的骨灰也是丢掉 对啊 这个 这个江小燕 我觉得特了不起 江小燕 他甚至不知厉害 他收了之后 他觉得这个事情 这样做事情太不对 国家这样 他给周恩来写封信 现在根本到不了 对对对 他这个江小燕 还给周恩来写了封信 谈这个事 他有骨灰 什么什么时候 这样做是不对 对付了 马上上官去查 因为当时都是专政主 实际上就把他 信根本就寄不到上面 寄不到 完了就把他 也关了很长一段时间 审讯他 你就说 就说 在那个年代 世界上 竟然就是有这样一个人 跟他毫无关系 就因为这件事情 连累了他一辈子 就到 然后到最后 我就甚至我那天 看见他这事 我就想起胡适 原来做一首事 就是为他起一念 十年终不改 就是有朝即重来 若亡而实在 就说这种 哎呦 我就好感动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看见他 雷老师接着谈谈 我特别佩服江小燕 我是觉得要了解江小燕 我们从方方面面就可以把那个时代了解清楚 比如说你不介法老师 你会面临着什么 当然江小燕她的这些壮举 我可以称之为壮举了 因为傅雷平反 傅雷又是个精英 她就留下来了 实际上我们上一集讲到 陈孟佳 陈孟佳 8月24号 就是说她第一次之下 因为那一天我们所在的那个通常活动 打死了六个人 都是普通的居民 也可能是 那六个人是谁就不知道 这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么之所以能提取这六个人 往往还是因为要分析成分加 对他造成什么刺激 那么那六个普通人就无名无姓 这也是历史学界的一个局限 所以我很早就写过一篇文章 就觉得历史学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它往往是偏重于精英 比如说我们一谈文革 一谈受迫害的这些人 在那个年代受迫害的 就是那你举出来就是这些精英 实际上比如说像类似于这 那一天的一个 我们一个短短的几百米的东厂活动 六个人就被打死了 那么到现在 你问谁 说出出来 姓姓 名谁 老人都知道那天可惨 可惨 但是 说没姓 没名 那么以后在历史的记载中 有可能就说 一个什么运动啊 一个事件说 那就是这几个精英 受了迫害 这是我现在常常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观点 常常有些 也许是年轻人吧 也不知道什么人 就是说 你们老是讲那个时代 但不就是那些知识分子 和一些一些一些走资牌干部吗 我们广大群众 工农群众并没有什么 常常有这样的观点 所以这也是受了这种刺激 所以我在99年还是2000年 我就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日常生活历史最重要 就觉得我历史研究 应该把视角对 往下看 放到普通人的身上 在那个年代的什么衣食住行 包括他们受了什么样的待遇吧 什么样的禁欲 否则历史记录 确实历史从前我们 要不然是最好的人 要不然是最坏的人 就是坏人记忆说也是枭雄 也是枭雄 普通一个土匪里面 普通的土匪怎么生活 什么的也不太记录 也是枭雄 才能走入历史 受迫害的也是那些精英 他受迫害时走入了历史 被记载下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史学本身 也有这个局限性的 我有一次去做演讲 我记得在广东一个什么地方做演讲 就讲我的文革研究的小说 就讲小说 最后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提问 我印象非常深 看上去非常认真的一个年轻人 他说你讲的这些迫害啊 加起来都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 就是所有这个迫害的人 95%的人是没事的 他说今天正好相反 是5%的人 他们有钱有势 在压迫95% 我说当然你这个观点是错的 你用的正好是那个时候的罗切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尝试 基于我在乡下生活的情况 我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不是5%的事情 是100% 我极端的来讲 江青也是倒霉在那个时候 江青要不碰到 他都没这个事情 我跟他讲了 我生活过的这个农村啊 这个村里啊 是富农的老婆常常要陪斗 他是倒霉的 可是贫下中农所有的人 他们种地产量不高 他们不能够采用自己的方式 他们只有滞留地里 才能保存自己吃一点东西 他们一年到头吃不饱东西 整个这个情况 所有人都在受苦啊 你当时插队在哪 我在江西啊 革命根据地啊 那个猪肉上面长满了毛 他们拼命抢啊 江西哪 因为我当兵在江西 广昌 这个毛泽东四十 广昌路上这个地 我就告诉他 我说不是少数人倒霉 是所有人 你以为老舍被打老舍倒霉 以为打他的那些 第八女中的红卫兵 那些那些十五六岁 把人家打死的人 不倒霉吗 他们一辈子背着的负担 他们自己不知道 后来其中绝大多数人 也被迫上山下山了 当然 当然 他今天跳广场舞 只要他想起当时 他打什么人 他能够放得下心吗 这个学校 现在还改成叫鲁迅学校 鲁迅中学 你说这个呢 我还有一个角度 就任何历史大的运动啊 当然影响的都不是少数人 但是少数人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就是我有时候 我为什么我对一些个人 就极少数人感兴趣啊 你看这就像中国的这个禅宗啊 有这么一个思想 就是啊 真正的这个这个这个大彻大悟 世上能有几人呢 但是禅宗这个东西 他需要有觉悟的人 他这个不能断绝 所以禅宗有个思想叫传灯人 就是说 不需要99%的人民 都理解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禅宗的这个东西 只要有一盏灯 只要有一个徒弟 所以你看 会能什么 又是谁啊 利血呀 断臂呀 求法呀 禅宗这个六 一组二组三组四组 只要有一个真懂了的 他就没有断 他这个这个这盏灯啊 就会点燃更多的灯 这个文化 这个文脉 他就继承下去 所以 你看我给你看几个照片 咱们也是说 那个时候的人物 今天呢 也是讲什么京城四绍 我们就你看 大家就说民国的时候 张伯鞠 这就是张伯鞠 哎 这叫风流运吉啊 我觉得这个样子 你一看这个样子 这你再看下边 这是张伯鞠的 后来的这个夫人呢 潘素 他把潘素啊 由一个青楼女子 培养成了一个书画家 这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你看这是当时的四大公子啊 北京四大公子 袁寒云 就袁世凯的二儿子 你说那个时候的人物 就像这个袁寒云 哎呀我首先说长得这么好看 然后呢 这都是跟今天的这些个富二代 你就你知道吧 就是我就觉得没法说 你像这个袁寒云 这是什么人呢 劝他爸爸 袁世凯别称帝 留下这个诗句 写诗写得极好啊 就绝连高处多风雨 劝什么 莫上穷楼最上层 就劝他爸别称帝 等等 他自个呢 跑到上海 他是青红帮的这个堂主 大堂主 然后后来在天津 靠这个写字 他自写的好 最后穷出潦倒 靠写字为生嘛 然后就说这个人死了 说天津 青楼女子 成千的这个青楼女子 给他出殡送行 哇羡慕 就是就一时 就哎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我说的不是他 我说这个张伯鞠 嗯 这个张伯鞠 你看到现在故宫最近要有展览了 我劝大家可以去看看 你会看到这个杜牧的张好好诗卷 呃前选的什么山居图 这都是张伯鞠私人的收藏 还有国之重宝 就是中国现在传是最留下来的最早的 就墨迹 就是陆基的平复贴 嗯 然后这个呃 这个呃 展子前的游春图 传是最早的这个画迹啊 展子前的游春图 建国后张伯鞠 当年是买这个游春图220两黄金 他把他家里的河南老家的地也卖了 把他北京的大宅院卖了 就为了我跟你说 他们老派人呢 还是有点爱国 那个思想 他就为了一个 就是说这东西不能流出中国 我是要他留在中国 到最后 把这个这个国宝啊 一起捐给了故宫呢 所以啊 这个陈孟佳在美国看到的 也是劝这个文物商 啊 你尽量把一些东西弄回来 哎 他自己知道很多东西他弄不回来 他一定要把那个图路弄全 对啊 这个对现在研究考古研究人呐 那是太珍贵的 太有学术价值 然后呢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打倒 打倒了之后 人家在后海 人家的院子变成了大杂院 这北京人很熟悉 这大杂院的 都是那些老太太监视着你 你们说什么 你们吃什么 其实有时候就说为什么死 我跟你讲啊 就这种人 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的一辈子的这种生活方式 他心中的美 他心中 这一切 我跟你说啊 我就觉得死 太能理解了 就是你知道吗 这种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 所以我就说到最后 到这个 这个张博居 这个 晚年感冒了 到了这个医院 住七八个人的病房 单位里还不准他转院 我看唐时增写的这个文章里 就讲到 后来有这个打抱不平的人 到这个领导面前 就说 他捐的东西 能买几一所 你们这个医院 最后领导批示 2月26号 同意他转院 张博居 已经停止了呼吸 咱们去广告 将天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不好意思啊 这个有点失控 讲起这个来 2月23号 我们从走老舍的 这个当初被斗的 包括他自杀的地方 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 现在不是流行穿越吗 假如我们穿越到 那个8月23号 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会 假如我们在那里 或者我们碰到当时的人 真是不知道怎么样 你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那真是很短一点 从历史研究来讲 8月18号接见 8月28号 中央就下令了 停止舞斗 中间只有10天 这个最疯狂的时候 只有10天 当然28号 没有真正的停止 后来这个有惯性 上海的事情 都发生在9月 那也许 站在这个理性的角度来讲 我们假如知道今天的话 我们会对老师说 小不忍着乱大谋啊 你忍啊 忍过这一关啊 中国不会一直这样的 对不对 你忍过去跟傅雷也是这样 你还有很多事情 你看陈孟佳的太太 后来一直做了很多贡献 对不对 当时精神分裂 后来还是学术前卫很久 但是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又在想 你要站在他老师的经历 站在他陈孟佳 傅雷的性格立场上 他就忍不下去 他就这一口气就忍不下去 并且你刚才讲的精神分裂 你看夏乃日记 他也有短暂的 因为从60年代起 各种私倾啊 整啊 都要你自我思想检查啊 然后就很严重了 对于这些都是留学后来 没经历过所谓运动的人 他适应不了 适应不了 所以说的 这个咱们讲这些啊 咱们当然也是回顾历史这个教训啊 就是说那个特殊的年代 我觉得到后来作为这个 怎么说呢 党和政府也有所反思了 这个就做出了明确的这个结论 对吧 对历史上的若干的问题 对对对 而且傅雷的 傅雷的作品也是 你看光大大家这么多人喜欢 对不对 你刚才讲的一人传灯啊 对 我仔细想想 他的骨灰被那个江女士 这个这就真是活生生的 当代的一人传灯 就就比如说 我就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张伯鞠 他没有死 你灭不了他 你到今天 他当年他去 他他他说 我的东西啊 不怕丢 永远在故宫 他的名字 咱们都死光了 千秋后世都有张伯鞠 那是 只要故宫有咱的国宝 就是他 他捐出去的 对 你说 所以我就说这个 其实我是想讲 他有些你别看他是极少数精英 对吧 你好像老百姓觉得你们极少数 你们活该倒霉 可是这些人身上的确有你中华民族的这个文脉 有你 有你中华民族 他凝聚着你中华的文明 还不仅仅是这样 因为现在就是有的人说 你就算受迫害的 也不过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甚至百分之十五 你和绝大多数人比也是少数 不能这样算 这样算 如果这样的话 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打死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咱们这楼里 现在凤凰这 估计有百十号人 咱们甚至想 咱们一百个人 现在就一百十号工作人员在这 就说有五个人到六个人 就说他是有问题 咱们可以一顿顿 就把这五六个人当场打死 这种恐惧 这是合法的吗 这种比例应该是很高的 反正你99个人能够任意打死一个人 说明你另外99个人也不安全 就是啊 所以说 咱们可以打死 这样的简单 这个人明天就可以打死 那个只要说你是坏分子 反思历史教训 就知道今天 以法治国的重要性了 对 咱们这个国家 其实已经是向着 以法治国的方向 对 发展了 这个想起过去 你也是有所唏嘘 但是你更以后就得坚定啊 这个以法治国的道路啊 对吧 对 我讲这话在水平上 对 咱们还是 不就要看到今天和明天的美好 和我们应该解析剧的教训 对吧 这个老色是一直在比较 这点子 这是 作品 对啊 这真是一直在 一直在 对啊 其实这些人就留在历史上 他 他没有灭亡 对 甚至有人说 像我们今天这样讲 这样是对 我成文家知道人 我们下期间的 小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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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